晚上好,晚上好,我应该坐直一点 嗨,晚上好,晚上好,快去叫人呐 今天里面怎么还是这么远啊 对,今天也在床上,我哪躺着,我坐着呢 因为,哎,感觉还是床上最舒服 反正都是聊天嘛,对吧,床上和凳子上差别不大 什么,大领结,对,这个领结其实不是标配 标配是一个小的,但是这个是我自己配的 晚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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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感觉今天也播不了很久,也这个字好奇怪 感觉今天播不了很久,因为好困啊 谢谢露西亚的奶茶,鲜音源棒 早哦早哦,然后今天晚上回去要清翻牌 什么,不要立这种flag 为什么,我就要立,我就是说我很困啊,我很困,我今天晚上要早睡 对啊,我昨天是很困啊,我昨天强忍着困意跟你们聊那么久 拜托哦 什么上午才睡觉 你又知道我上午才睡觉,我明明昨天就睡得挺早的 那你去睡吧,晚安 我想起来了一件事情,没有带我的丫头 嗯,眼黑带丫头 主要是我昨天下播就已经两点半了 我收拾一下,没办法必须的那个点 我不可能,躺下我就睡不卸妆,不洗澡啊 我戴完牙套要按一下,免得没带紧 但戴完牙套,就是那我牙套最近磨的我的牙齿 磨的我的那个嘴,口腔都溃疡了 什么,没了,那个手袖没有了 我今天戴的百姓语,但百姓语那个好,好短 什么MC衣服好看 是啊,那是我拒绝执教的衣服 什么不能吃辣 口腔溃疡不影响吃辣吧 因为它不是那种上火的口腔溃疡 而是被我的牙套磨出来的口腔溃疡 就是我 我说话的时候可能会痛 最开始戴牙套的时候疼 前一个星期真的疼死了 晚上好,晚上好 我就只有,就这块 门牙,右边门牙 上边那一块,那一排 给磨了一条 一条条状的溃疡,蛮神奇的 就一条条状溃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溃疡 反正白了 什么,不戴牙套 那你很厉害啊,那你真好 口腔健康啊,牙齿不用矫正 那多好啊,多羡慕 这是多少人想拥有的服务器 什么 我睡觉不磨牙 我觉得我是不磨牙的 也没有人说过我睡觉磨牙 牙套贵 我戴的这个牙套很贵 因为是,因为是隐形的 就我戴上你们就看不见隐形的牙套 然后隐形牙套就是会有一点点贵 而且戴牙套本身也贵 晚到了四分钟,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消磨牙 还有一点,这一边有一点 但是我感觉我这个矫正的不是很给力啊 你们看我牙齿还是不整齐 就是还是 不整齐 因为我矫正的是我的中线 就你们看人中 不是应该人中对齐门牙 然后人中还是我也对齐门牙 但比之前好点了 什么 人来齐了片也不奶茶 什么呀,我是那种片奶茶的人吗 我不是牙齿不整齐 而是,而是我想要矫正我的中线 因为如果我要让我的人 争对齐我的能牙,争线的话 我嘴就是歪的 这样就能对齐,但这样就不好看 嗯,算是制服吧 我就是,你看 就是对不起 我就在调整 我问一下我那个医生 不会就这样了吧,吓我一跳 那我得重新调整 那我一不能一直都歪着嘴巴 哎呦天啊,我说话 说话,嘴巴就痛 电费没问了 今天忘记了,又忘了 不过总能问得到的 别着急嘛 我都不急,你们一直在催一直在催 搞得我现在像是问电费 像是在交作业一样 我现在提到电费 哦,我又忘记问了 就我心里愧疚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 这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但现在搞得我没有问电费 我现在就很愧疚 哈哈,为什么 谢谢小欣佩佩的秋天奶茶 是心疼我的钱 可是,可是你们心疼我钱 我把钱要回来了 我也不能一人分你们五块钱啊 对吧 下次会问的 总会问的 歪嘴龙啊,还好 以前嘴很歪 现在矫正了牙齿之后嘴好像没那么歪了 脸好像也没有之前那么斜了 以前是真的 以前嘴就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戴牙套戴症了 什么 我好可爱 突然夸人的 谢谢 叫我老公 什么 沾沾喜气 沾什么喜气 谢谢玫瑰花 我心情好 我心情一直都很好 我最近心情都很好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 我最近心情都还不错啊 嗯哼 晚上好 干嘛 发个眼睛 谢谢 这个好 耶送的喜鹊贤枝 什么 不错 什么不错的 对吧 我最近心情还不错 好困啊 好困啊 发色其实没变大 我觉得是因为光线的问题 这好黄啊 还是要靠近点 好看 哪远了就黄了 你看哪远了真的一下就变黄了 靠近点是白色的 什么我好刮 我我我哪刮了 我也红血丝多 就可能是因为带 好 好 走 原来是你呀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夸我可爱 哈哈 开心 什么来说个晚安就溜了 啊 这么早 你看又来一个催我问电费的 又来一个催我问电费的 我心里又咯得一下啊 什么阿童木在呀 在啊 阿童木在的 谢谢拿你送了十个巧克力 阿童木在 只是我现在不坐那边了 因为 以前老是坐那块 都心疼见 笑死了 这是你们的默契 嗯 我脸还是好圆啊 好圆啊 哇 什么这么圆 好烦啊 下星期 不 这个星期我 必定瘦下来 气死我了 怎么你也开始呜呜呜了 谢谢小丹高松的秋天奶茶 谢谢 感谢 但我最近的妆 好像都还行 吃什么瘦 我不吃最瘦 少吃点最瘦 然后 我最近的 妆 我感觉最近妆都化的挺干净的 比我 比我前段时间的妆化的干净 我前段时间妆真的是一塌糊涂 谢谢勇敢的哈尔子孙的喜鹊贤 什么 脆弱嫌推都会呜呜呜呜 乱讲 你们才不脆弱呢 你们哪儿脆弱了 确实 MC还挺好看的 是吗 我还 我还没没仔细看呢 嘴唇没那么厚了 因为刚刚吃了饭 所以 把口红吃掉点 然后再补的 刚画出来的时候 那叫一个厚 那叫一个丰满 就是那种嘟嘟唇 你们懂吧 就是我喜欢的那种 我就喜欢那种厚一点的嘴唇 因为我嘴唇 上嘴唇太薄了 嗯 我最近妆还 比我以前干净 我以前眼睛下边都是黑色的 就一团黑 我最近都化淡妆了 因为我这 我会看我的直播录播嘛 然后看直播录播 我发现我的妆天哪 简直了没法看 周四 这我们这周四就公演吗 我公演公演都在的 恩对的公演我都在的 好呀 来现场看我呀 好呀好呀 来呀来呀 26号 那我应该是在的 动人心弦 我又忘记 动人心弦是我和谁呀 眼妆 我之前眼妆还在呢 眼妆就 这个就得熟能生巧多化 就好 哦哦杨雨昕 哦哦哦哦 啊 我们俩还有CP 上次也有人跟我说过 我蛮震惊的 你就就摁拉 就摁拉 蛮无语的 听说是新站位 对啊 这周星期二就调整站位了 然后下周就换新站位了 什么 孙明山被别人抢走 被谁抢走了 我怎么不知道 什么 什么怎么会这样 什么叫怎么会怎么会 会哪样 想看我跳站位 我没有站位啊 我我替补 我我连替补我都排不上号 我没有站位 所以不知道下周有没有 歌能跳或许有吧 想看我跳全场 我也想跳全场 雨花成点我至今没有跳过全场 好听能成 好听 好天哪 那动人心弦确实挺好听的 没有一起的 什么叫没有一起的吗 什么叫做没有一起的 没有的话只有MC 或许吧 但是不知道不清楚 不清楚下周会不会有谁不在 或者是谁请假 什么样 如果人都齐的话 那就是没有歌啊 什么JK配 摞裙 什么少女们 摞裙 我我没有穿摞裙啊 我今天跳的是怀景的位置 嗯 站位是安排名吗 站位不是安排名啊 游击都去西安 但是 呃 应该是不会缺席公演吧 如果缺席公演那肯定就有位置能跳了 明天给我投一百万票让当C 谢谢你啊 谢谢你 希望明年你明年明年的夏天你还能记得我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口头鼓励 这样吧这样吧 你先不要过投票 你想 就你想支持我吗 我问你一句话你想支持我吗 就我诚恳的问你一个问题 你真的发的内心的想支持我吗 什么 什么怎么不去的 什么被高雪翼抢走了 我又单身了 什么呀 我觉得你们好ky啊 支持 那这样吧 你送我一个皇冠 可以吗 就是你可以先表达一下你对我的支持 你可以先送我一个皇冠吗 这样我就能知道你对我支持的心了 这样我就相信你了 这样我们就是双向的 你懂吗 什么没有我认真的 我我很诚恳 我我很专注 他说过头一百万 一百万这是多少个皇冠了 我只是只是说你先给我一个皇冠 那我就懂你的意思了 我就相信你了 明年一百万票插个皇冠 这都哪跟哪啊 一有一百万票你还要啥自行车啊 什么 对呀你看我问完之后不出现了 我好难过 好难过好伤心啊 我怎么老是遇到这样的骗子 我好难过 我怎么老是遇到这样的骗子 老是骗我 我老是被老是被骗我 难过 不是从奶茶开始骗不骗的问题 而是他说了一百万 一百万耶一百万 他想给我那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一点点心意 但是如果他不想给我的话 奶茶他也不会给我的 什么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今生 哈哈 谢谢荣博的奶茶 这样吧 愿意给我奶茶的朋友们在吗 愿意给我奶茶的朋友们 可以给我一杯奶茶吗 你们不用给我皇冠 我就要一杯奶茶 谢谢可爱喵家汉堡的星空耳坠 什么 他想但是他可以 是可以不给啊 我又没有非得要逼着他给 谢谢 秋天的奶茶 谢谢勇敢的哈尔茨 谢谢Karen 谢谢K02的奶茶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愿意支持我 我相信你们愿意支持我 谢谢 什么 支付宝没有钱 QQ有钱 这样哦 谢谢蓝色双鱼的奶茶 谢谢一直都很饿的QQ的奶茶 唉 像这样子的空头支票 我遇到太多了 我遇到太多了 不过很感谢各位想要有支持我的心了 但是 呃 有时候其实不用那么夸大其词了 他说的是一百万票还是一百万 谢谢金帆的秋天奶茶 你看他这果然送我奶茶了 他说我只是不想送你皇冠了 绝了 什么 什么 尽管是鬼节 我们刚刚还说呢 就说要不要出去吃饭 然后别人说鬼节啊 别出门了吧 然后我心想 鬼节为什么不能出门 我害怕鬼 鬼未伤我分毫 我不害怕人 人却把我 人却让我遍体鳞伤 什么 攒到一百万票的钱 我就给我投十票 加油加油 希望就是我毕业之前能等到这一天 晚安晚安先睡吧 真的喜欢我 想鼓励我家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我知道刚开玩笑的 谢谢谢谢你 有你这封心就够了 谢谢谢谢谢谢 我没把你吓到了 绝了 没事 这这个你要习惯 我平常的风格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话是这么说 但我也没有出去啊 我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我也没有出去啊 对吧 我相信科学鬼就奈何 其实我这个人我是很相信鬼的 就是我很怕 我是真的蛮怕鬼 但今天我觉得我反倒没那么怕哎 可能因为我最近就是 心情比较明朗吧 就是内心比较明朗 就没有那么害怕 穷鬼那我也是穷鬼 不是因为我长大 我平常其实是挺怕鬼的 就有时候听他们讲鬼故事 我真的会害怕 但是 今天我是可能 我我知道 可能是因为我想吃东西了 所以我说哎 怕什么别怕出去吃东西吧 希望我门不要放 好的我 我不能代表他们 我不会放弃的啊 谢谢 我没有遇到过灵异事件 暂时脑海理想不起来 我吃了从剧场带回来的菜 什么 女犯说你们男犯都是色鬼 啊 那你 你是不是色鬼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不过也不见得女犯就不是色鬼了 当然也没有扫射 当然也没有扫射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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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那我今天怎么这么接吧 什么 最近有什么好吃的 最近没有什么好吃的 我感觉我最近 我想起来了 我最近喜欢吃那个淮南牛肉汤 就是淮南牛肉汤的牛肉粉丝汤 我没有扫射男犯都是色鬼啊 就是是不是色鬼 你自己心里清楚啊 你跟我你跟我干啥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是不是啊 你不是就不是咯 有辣味 你可以备注 我每次都是备注中辣 比中辣还要辣 就会点中辣 然后备注说 比中辣再辣一点 不要香菜 我不吃那个饼的 虽然我知道很好吃 但是粉就已经是主食了 你再吃个饼 那绝了 热量炸弹的 对 就是牛肉粉丝汤 一边 一般里边就有牛 有汤 有粉丝 有豆皮 然后有牛肉片 对 我喜欢吃这个 然后 就是中辣比中辣再辣点 然后再加点醋 就有酸辣粉的感觉 什么 看公演是听歌的 正经人 谁看舞蹈 你看舞蹈 也是正经人 鱼化成蝶 有那首歌不正经吗 好像也没有吧 鱼化成蝶 多健康 多积极向上啊 青蒜叶 对 我能吃这个 我能吃蒜苗 什么 MC粉丝 是吗 歌舞犯生气 是吧 我也是有歌舞犯的 真无语 对啊 很健康啊 很 正能量啊 很积极啊 怎么了 什么 正经人 谁看舞台 不多看MC MC也可以看了 我们必然 必然我只能说明 我们能对MC 也很优秀 歌舞也很不错 歌也好听 衣服也好看 什么 MC 说不去 我就是不想去啊 这有啥 不想去就是不想去 哪有什么多余的原因 就是今天我们MC3 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喜欢的人 邀请你去他的婚礼 你要不要去 我就觉得不去吧 没没什么想去的 别说婚礼了 我喜欢的人 邀请我出去 我都难 再说了 如果是我喜欢的人 他参加婚礼 我去干啥 我去 我去我去我去干啥 不随分子是一回事 就我去干嘛 我我搞不懂 为什么会想去 我觉得想去的人 是真的喜欢吗 我不觉得吧 不是说前任 只是喜欢 就比如说我 我单相思谁谁 然后他邀请我去婚礼 去干啥 去干啥 我不懂 为什么要去 吃饭哪都能吃 尤其是我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 我不是很爱吃席 我不是很爱吃席的一个人 所以我 其他人婚礼 就是能去就去了 不能 喜欢的人婚礼 我干嘛要去啊 我不明白 我去抢婚 我又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 要是说真的 要是他喜欢我 去结婚的对象就是我了 他都不喜欢我 我去抢婚 我能抢得过去吗 我不被 我不被唾弃吗 我过去 我过去被全场人唾弃 如果低调的去一趟 那只能让自己心里难受呀 对吧 我低调的去一趟 啥事没发生 看着新郎新娘结婚 哇 多么 多么浪漫的场景 我自己在下面默默流泪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我又不是抖婚 把新娘讲走 新娘说 who are you 去见着他 幸福是大爷 我没有大爷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 我是一个普通人 我没有大爱 去了一天难受 不去难受一天 那你随心所欲吧 想去就去 就跟老刘说的 有空就去 没空就不去 会有伴郎找我 什么叫伴郎找我 你咋不说今天鬼节 有没有鬼来找你呢 什么 看各方能不能放下 如果能放下了 那还叫喜欢吗 我是觉得 放得下 那就说不定 已经不喜欢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 我没有去过酒寨 各位 放不下 为什么要去 去让自己难受 触目惊心的场面 然后 你自己不会觉得 很那个吗 不是会有故事啊 就是你没吃过猪肉 你没见过猪跑吗 希望是 如果有鬼 希望是女鬼 你是色鬼 我天哪 你真的是 你 你 你积不择食啊 你 我吃过猪肉 什么叫我吃过猪肉 怎么叫我没 你们没吃过猪肉 我还吃牛肉汉堡呢 什么 我当然是汉族 那不然呢 我觉得你们问的问题蛮有意思的 就是 你们这脑洞大开 啥也问得出来 我就是举个例子 我觉得 有这么难理解吗 什么 没吃过酒寨狗 突如其来假期 什么假期啊 哪有假期啊 你也积不择食 你去补补 今天MC还挺好笑的 反正我在台上 我要笑死了 我被瑞杰笑死了 我也觉得这个 到我一插 一插一插 插进张雨晴的心里 B站的剧 突如其来假期 我你说我 你还以为你说 我有突如其来假期 我想我哪有假期 我没有假期 笑死 明天不 好啊好啊 绝了 MC 我会假笑 我会不笑 笑不出来 为什么要强行的笑呀 什么 你难道 一场不来 我居然上MCR 因为今天 今天就是 比较倒霉 然后我就 就去了MCR 这我第一次 在N队上MCR 谢谢 我假装在看 星星的两杯奶茶 谢谢 好吧 上班加油 晚安 主要是 有能上MC的机会 那肯定还是 还是得上吧 对吧 什么以前那么幸运 我以前就没上过 我肯定是想上的呀 我当然是想上的 当然不是 谁想上 谁上 就没有人问过我 我哪知道 就是定好 我都是定好的 然后一直就没有机会 说有个MC机会 干嘛不上了 不是要申请的 不是要申请的 就是定好的 每场都是定好的 除非你跟人说 你跟人说 我今天想上MC 然后给你换一下 然后如果那个人同意了 你帮我上吧 然后你就可以去上了 但是 有时候我很想上 但我去找人 我说 他说什么事 我就没事 就突然问不出口了 不是轮流上 就以前在勾兑也是 我MCO每场 MCR每场都上的呀 也没有轮流上 都是固定的人的 我不好意思问了 什么 没有什么可澄清的呀 什么 内定 不是指派 不是内定指派 就是MCR人员就是这个样子 定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你不能乱定 就是你要想着后面两个unit 就比如说Rose Secret和落日弥漫 这两个人的 这两首歌的成员就不能上MCR 因为没时间换衣服了 就一定是得前一二三首歌的人 才有机会上MCR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每场也不是固定的 但是人员是老是选的 就是也不是选的 就是可能是觉得你MC可以 然后之前你也上过很多次 然后就让你上了 也不是说内定 也不是说什么样的 就是你如果想要上的话 你也可以说一声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跟谁说 哎 我想上MC 我可不可以 这次上一场 然后如果他同意的话 那你就去 但我只是不好意思问 懂了吧 谢谢九个压路机丢了一个 谢谢 带节奏的滚出去啊 警告一次 不要想在我直播间带有的没的的节奏 我申请人家不让我上 这倒也不至于好吧 我都去申请了 还不让我上的话 那有点可怜了 不要问一些奇奇怪怪 有的没的的问题 懂吗 对啊 MC是用来给其他人换衣服用的 就是最后两个unit 你总不可能说 哦 我跳完 我唱完落日弥漫 我穿着落日弥漫衣服 我就上MC 那MC结束16人 我穿啥 继续穿落日弥漫衣服 跳16人 那也不行的 肯定要换衣服的呀 由MC2决定用的 啊 不是一般都是由unit决定mc2吗 嗯 所以以前我在勾兑的时候 我都是mc2就是除非我跳最后两个unit 基本上都是mc2救我了 只要我在前三就会让我上 也不是说是内定 也不是说啥 就是觉得哎 你mc可以 然后你也经常上 有这个经验的话 你就上了 就这么简单 别人想上的话问一下 你想上再把它加上去 就这么简单 没有奇奇怪怪的条理 嗯 是 主要哈库马他他这个 人员分配 有那么点问题 为什么不勾兑的mc呀 勾兑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mc的 多申请mc 只要能上的我肯定都上啊 但是mc2基本上都是四个人 我能上我肯定自己就申请上了呀 但是有时候就是mc有点过于嘈杂 我在旁边 在旁边听着我就有点不想插话 太嘈杂了 我就在旁边一旁就嗯 我就静静的看着你们怎么表演 对 就一般太嘈杂的场子我就不甚想插话 第一个我嗓门没那么大 我嗓门有点小 我插话有可能插不进去 然后 第二个是 就是 哎我也说不清楚 就我不甚喜欢插话 我更愿意是你让我说话的时候 我自己说了 而不是纯插话吧 我感觉 可能我个人风格的问题 冷枪手 也还好吧 对就太吵了 插不进去就还就听他们说吧 让他们吵 狗子 王雨萱啊 他长得是好看啊 就是很干净眼睛好看 你们在这夸我只能我不好意思我也不总不能夸我自己吧 我说哇我mc就是很不错 我想谁嗓门大 我想谁嗓门大 其实怀景嗓门也不是很大 然后百姓玉嗓门大 周香嗓门大 韩家乐嗓门真的绝了 韩家乐嗓门比谁都大 我真的是 韩家乐一说话 我就 招架不住 我真的 韩家乐一说话 我招架不住 我嗓门不大 我嗓门真的不大 我一般都是等他们说完话的找个缝隙插进去 但别人正在说话的时候 我真插不是我真插不进去 所以在呃 悠堂的时候 我干过最多的事情就是跟空谈说 把我的麦声音推大一点 因为我声音是真的小 派克是谁 什么哎 什么 不到 不是 韩家乐是嗓门大 真的是嗓门大 哦 对啊 我在逼对待一的时候 我一句话都不敢说 真的是 一句话都不敢说 有时候我挺佩服他们嗓门 我只要稍微嗓子大 声音大一点 谢谢 不露 飞狗 是这样读的吗 秋天奶茶 我稍微嗓门大一点 我嗓子就会很痛 就像那天在ktv 背景音乐那么吵 然后我就全程我在扯着嗓子说话 结果第二天嗓子就哑了 不出一个小时 我嗓子就哑了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怎么读都行 这么随心的忙 对 就是嗓门大 不用话都叫mc 那那挺厉害 我有听老刘说过 他说我天哪 他说 比如说你们以前mc 声音太大 老刘就说 他说 是呀 费劲 他就说费劲 需要语言工作者的专业技能 不过叫什么来着 我觉得mc中得看运气 我觉得得看运气 我就是得看运气的一个人 我运气好的时候 我就能说的好 我运气不好的时候 真的也挺无聊的 我感觉我自己是没有 其实也没有很有趣的一个人 就有时候说话也尬比较多 而且我最近说话 就是不连贯 也没有什么逻辑 磕磕声音小 mc变成前辈们吵架 我看了那个cut 就磕磕在说话 说着说着 然后后边开始吵起来了 对得看灵感 但灵感也不是常常都有的 所以还蛮蛮难的 就是要把mc说好 真的太难了 不比唱歌跳舞简单 盯着就想笑 我是长得比较逗吗 我是长得就是很有意思吗 我站在那 对很多人跟我说 还说仙宝 我不懂 为什么所有人都叫我仙宝 然后仙宝 你站在那我就想笑 我长得很亲切 对我没啥可说 就不硬说 一般就是曹操了 结束 然后真的是 然后我们对里的人 现在有时候也叫我仙宝 我说 我说 哎 为什么要叫我仙宝 飘过一句什么样 我长得很有效点 那你跟我说说 我哪儿长得有效点 你把话说清楚 我哪儿长得有效点 我是眼睛没长对呢 我还是鼻子没长对 还是嘴巴还是脸 我还是哪儿没长对 你跟我指导就指导 但是 但是 叫我去仙宝 我觉得 你们叫我也就算了 我都听习惯了 然后 那个 他们叫我仙宝的时候 我觉得 哎 为什么要叫我仙宝啊 拿钱扇风 因为太热了 真的不开空调 我在台上要热死了 然后我下去的时候 因为我刷一皮贴掉了嘛 就右边也就算一皮贴脱了 然后下去贴上一皮贴的时候 然后上来 我在地上又捡了一张钱 然后就给白星宇拿了一张 就是那个钱 就是H队的那个 H队的那个 钱 H队公演 他们撒的那个钱 就叫我刘贤 我有名字 联名耐性的叫我 可以吗 那你们叫我贤宝也行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 我听习惯了 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他们叫我贤宝 我真的是 然后那天 而且最近啊 最近已经我听到不下十次 真的没夸张 就不下十次 别人叫我叫刘洁 把我叫成刘洁 真的好多人 所有人 刘书贤 清玉文 白星宇 张怀景 张雨昕 他们都把我叫成刘洁 然后每次我都很无语 然后他们就说给我起个外号吧 给我起个外号 然后这样就不容易叫错了 我说那你给我起个什么 叫你咸菜吧 然后我就很无语 因为因为那天我们不是说吗 说扣那是扣名寺 然后我是咸菜 但他们一般都叫我咸子 现在叫我咸子 我们队都是什么什么子 什么什么子 刘子 然后扣子 然后 还有什么肥子 摆子 椅子 乐子 乐子好奇怪啊 找找乐子 好奇怪啊 然后 还有山子 山子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小包的包子 也没有叫他包子 哦对 蕊子 蕊子 颈子 颈子 好难听啊 扣子 还有什么 我想想 哎 我们 还会叫什么来着 我忘记了 哦对 他们就叉叉他们那一帮人 那一帮前辈 叉叉的那 那不是一帮 就是叉叉的那一些前辈们 他们就喜欢叫什么什么头 什么什么头 然后最开始听到的时候 我是听 CC前辈 然后他当时过上声乐课吗 他说 你帮我叫下插头 我想 我说 哎 我说插头 谁谁是插头啊 为什么要叫插头啊 对 然后 叉叉叫CC前辈 叫C头 C头 然后 我当时 然后他叫清语文 叫清头 哎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一直都不懂 这我 我 这是我疑惑到现在一年了 我现在我都还疑惑 为什么 C头 温头 源头 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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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我觉得叫源头的话 感觉有点吃亏 看起来源头 源脑的 会不会 有点吃亏亏 没有冒犯啊 就是感觉 什么 咸菜头 老头子之间称呼 是吗 那就像我 我之前 听他们叫刘贤 刘贤 叫刘贤 叫我自己 叫刘书贤 我想不是应该也叫贤子吗 他们叫他刘子 我在说 哎 为什么叫刘子 刘子听起来像身上长了个刘子一样 我觉得 我觉得 很搞笑 对不起 我连我自己名字都读错了 哎 哎 理解了 我明白为什么别人会把我名字读错了 我自己都读错 哎 我名字太没有记忆点了 对 老刘叫刘子 我对人听到 为什么 绝了 哎 我嘴好痛啊 这上面的溃疡 我一说话就挂着 我一说话 我的牙套就挂着我那块肉 好痛啊 我长得很有特点 你话里话里就是一个 说我长得很有笑点 一个说我长得很有特点 我到底长得好看还是长得丑啊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好不好 不是上火 是我那个牙套 我戴牙套 它挂我嘴上的肉 长得很有累点 我是一颗洋葱吗 我让你们 让你们想哭 怎么 你们想哭 可以 这样吧 你们一人送我一个浩瀚心海 完了之后 你们就哭去吧 谢谢应援棒 然后别人说立马说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我们要笑 真无语 我昨天骗骗多了 今天骗不到了 好难过啊 尴尬尴尬的人竟是我 那你们一人送我一杯奶茶吧 谢谢九个鸭路鸡送了一个 送的香水 啊 为什么要打那么多感叹 有个人打了好巨多感叹 我说你居然不睡觉 感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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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现在是只有我一个人直播吗 我一看时间12点10分 也还好吧 谢谢凯文的秋天奶茶 什么 对啊 看到我就笑 我长得很好笑吗 我不懂 谢谢给我一点温度的秋天奶茶 对啊 他就是定时来 敲钟的 就是说哎 到睡点了 收拾收拾准备下播吧 看到我就心情 那这个理由我能接受 但说什么我长得有笑点 这个就倒也不必了吧 我是哪个五官戳中你的笑点 我是鼻子眼睛长得哪个哪只眼睛哪哪个鼻孔长得搞笑了我不懂 对 他来打精的 应该说打精还是打根 三晶半夜 但照现在的语文应该也是应该也是就是改成根了吧 但现在一般都说三根半夜了 一般也不会说三晶半夜了吧 谢谢我假装在看星星的秋天奶茶谢谢 对我感觉就是语言的 就我小时候一般都是说三晶半夜的 但现在就习惯的说三根半夜了 习惯了 我说话找你小点 我这么厉害呢 那应该是打根人还是打精人 应该是我刚刚说的是打精人 谢谢 谢谢巧克力 对啊 现在都是改了都改了 打根 打根打根人 好吧好吧好吧 什么大凤大惊人 这又是什么意思 三晶半夜 三晶半夜不就是三更半夜的意思吗 什么 对觉得念经的人送一杯奶茶 觉得送念根的人送一个喜剧前知好不好 谢谢勇敢的哈尔茨送的星空而醉 谢谢荣波的奶茶 谢谢开轮的奶茶 你们都觉得念经啊 谢谢蓝色双鱼送喜剧前知 谢谢开轮 哎你两个都送什么意思 喜剧前知 谢谢可以零二秋天奶茶 到底所以到底是什么 三更 几点 我不太清楚哎 我只知道一刻钟是15分钟 念根哦 好吧 什么 招助理 招助理 对 我还没有有钱到 需要招助理了 也还没有到业务繁忙到那种程度了 等我什么时候繁忙到 我礼物都念不过来的时候 招手考虑招个助理 嗯 三更半夜是凌晨十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三更半夜是凌晨十分 绝了 那我还跟你说 呃大清早是大早晨 什么 带网啊 不得看吧 得看就是如果是就一帮人那种山带网 那就是带网 但是如果是什么那种 比如说脱口秀大王 那就是大王 就比如说我是啤酒大王 烙饼 煎饼大王 那就是大王 但你说我是山上的带网 那就是山带网 啤酒带网好奇怪哦 脱口秀带网 大王大王 大孝子还是带孝子 呵呵 有被笑到 我不是啤酒大王啊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我昨天我说想学东北话 人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有时候说一说一说一说都没还挺搞笑 有时候我又挺想学北京话 因为那天姐姐在给小包打电话 就是就是问小包一些事吗 然后小包就在那说话 我当时走过去 我说是小包吗 然后因为真的很浓的北京味 就是北方口音 真的很浓的北方口音 然后就很酷 我很想很想学 赵家蕊其实也平常也不咋说东北话 主要是我跟东北人待了很长时间啊 然后我发现并不能传染 我感觉我也没有什么 没有学会东北话呀 我跟北京人待了很长时间 也没有学会北京话 学田井话 什么 直播东北话上公演纯正普通话 那也挺厉害的 东北话也是一门技能吧 因为这样我跟你们说四川话 你们可能听不懂 但东北话大家都听得懂 四川话其实有时候你会听不懂的 但东北话大家都听懂 直播我能跟你说东北话 但我说四川话就会有人啊 我听不懂 依旧都听不懂我走了 河南话 我觉得江西话很难学啊 我感觉江西话 我真的是一句都听不懂 上海话也很难啊 还有温州话真的是听不懂 其实四川话不快乐 什么 别人河南话听不懂吧 待一个月 我倒是也没有试过跟一个东北人 长期长时间的日夜待在一起 怀景也是东北人 但是怀景他都平常都说普通话的 四川还属于北方语系 是吗 可能四川话还没有那么 就是像像东北话吧 就是乡村爱情里边都讲东北话 然后那个穿完也放东北话 大家就觉得从小听就觉得就有那种感觉 就我直播也可以跟你讲东北话 但平常你在网上电视上都一般都四川话就比较少 因为四川话给你直播就怪怪的 山东话其实也不太听得懂 对怀景是东北的还是沈阳的 温州话确实 你名字河南话年发 熔波 哦 这样啊 什么 北方方言能互通 哦对还有广东话 忘记广东话了 广东话是真的真的听不懂 我在广东待了一年多 然后也听不懂广东话 学也没学会听也听不懂 关键广东人有的人说普通话也听不懂啊 风少逢哦是哦哈哈 冯少逢的名字倒着念就是河南话 风少逢 闽南话确实 我听不懂的方言可太多了 我每天在后台那个阿姨他们就讲上海话 然后我真的是一句都听不懂 大概二十年都听不懂 那你还是有点厉害 大概二十年都听不懂 孟川 孟川是谁啊 怎么感觉这么耳熟 我多听听我也听不懂啊 我真真听不懂 就不是在我的范围内 然后 越偏僻的方言 还有什么方言 哦对以前我们班上有个藏人组人 他说他们那边的方言我也是听不懂 到现在就学会了一个一句话 就是那些他们那边藏语 就学会了一句话 就是 爸爸爸爸用藏语来说就是 家吧 就只会这一句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要去学人家爸爸的方言 蛮搞笑的 懒巴比 我又是柬埔寨话呢 柬埔寨话我就会会了 柬埔寨话 吃饭就雅麦吃面就雅咪 对柬埔寨话 我就会这两句 杨咪不是 不是雅咪 不是杨咪 对雅麦 就是吃饭吃面 就是雅咪 这是正宗的柬埔寨话 亚诺大帝是 是什么 我只会说两个 我只会说吃饭吃面 多余的就不会了 亚诺大帝 三四是大帝 这个一二我还能稍微沾了点边 三四是不太能沾的边啊 越南词佛 我谁不知道呢 我还能我 我也知道 佛是越南话 我也知道啊 亚诺达123 4 哦 哦 亚诺亚诺达 亚亚诺达地 公下密 好像是 哎 我想你的意思是吗 上次谁点这个歌 然后唱 里边就是这样唱的 对我曾经有段时间 在北京的时候 有段时间 我就沉迷于吃佛 沉迷于吃佛 就被任月灵带的 哦 讲什么啊 我还以为是 我还以为是我想你 因为是你 我你讲什么呢 你公虾米 哦 懂了 哦 你公虾米 哎 有点像广东话 你公我 公公虾米 别像虾米 就是什么 哦 明白了 你公妹 然后 这个叫什么来着 当时那段时间 被任月灵带着 任月灵他就沉迷于吃佛 天天吃佛念得我的 念得我太想吃佛了 然后我也吃佛 我买了一箱 任月灵就天天来找我玩 天天我来我房间吃我的佛 啊 优堂那个佛没吃过那个佛 我们吃的是素食佛 没有吃过正宗的佛 我们我们比较我们比较粗糙 我们吃的是素食 就是泡粉 就是桶装 直接拿开水泡的那种素食 佛这是越南河粉 对啊 我们吃的都很粗糙的 但是素食的就很好吃 哎呦屁股做痛 我聊 讲到12点半下播啊 朋友们 今天聊短暂的聊一聊 然后我就去睡觉了 我要翻牌 对我今天要翻牌 哎 什么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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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看我戴上牙套之后 这也是有一点牙缝了 这这颗牙齿 这个牙齿跟这个牙齿 中间还是有点缝 但上海牙就 这就不明显了 你看这儿 还是一样影响 我摘了这个缝超超大的 牙头摘掉我这个缝真的超大 比上次 上次你们看到那个缝还大 还在慢慢的调整 什么 在直播里困得活不下去 你困了 你快去睡觉呀 你困了就去睡吧 摘了 那那不好吧 这黑了给你们看 倒也不是不行 因为就是会有一点点有爱观瞻 我先调一哈 又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就是你看这个牙混就这么大 你看我这两颗牙齿是歪的 就是这样斜着长的 他现在调正要把它拉正 所以我你看我说话就跟牙上沾了菜叶子一样 这两颗就是斜着的 这这边就是竖着的 他要把拉正 你看好可怕 好可怕像那个僵尸的牙齿 没有拔过牙 但是他就是在调整这个 嗯 但我带上牙套 这个不是很明显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不管干嘛 除了吃饭我都是把牙套带着 对就像那个僵尸 我吃算啊 我能吃算啊 对还有不到一年 我我一共八十多幅 我现在已经带了四十 这是这幅是第四十一幅 一共是八十三幅 刚刚好带了一半 为什么不吃大三 有人爱吃就有人不爱吃 有人不爱吃就有人爱吃 睡觉带的 睡觉当然带 我吃辣啊 我能吃辣 很爱吃辣 无辣不欢 但是不能吃太辣的东西会辣 我觉得我在说些废话 能吃辣 但不能吃太辣的东西 因为会辣 吃葱蒜 对我也是吃葱蒜 我不吃姜 然后不吃香菜 特别爱吃葱 我特别爱吃葱 我超爱吃葱的一个人 对戴完牙套要戴保持器 然后据说是保持器要戴一辈子 就是你得一直戴 戴到老 但最好是你戴个一两年 把可能保持器 然后我初中的时候 也是戴牙套 就哭了一排的钢牙 两排钢牙 然后就是没戴保持器 就是给毁了 然后现在就是 长大了之后来偿还 长大之后现在开始戴牙套 而且我当时戴钢牙是真的 我现在戴牙套戴了这么久 也是这一副才开始把我的挂 挂我的肉的 我之前戴钢牙套是天天挂我的肉 我戴了两年两年 一年365天 我大概有100天 我都在肉都是破的 对啊 偿还 就像昨天淮井半夜的时候 他说 我下午为什么要睡那个觉 要是我不睡那个觉的话 我现在也不至于这么痛苦的睡不着 然后我就说 哎 白天造的孽 半夜来偿还 山东吃葱 我也想吃葱 我特别喜欢吃葱 葱 小葱 大葱 洋葱 我都能吃 特别喜欢吃葱 什么 带宝石去说话嘴疼 是吗 我感觉我现在除了有一点点挂肉 其外的 其余的不疼 山东那是大葱 但有人说大葱是有一点点带甜的 虎牙不是遗传 我没有虎牙 我小 我过牙之前是有一点虎牙的 但是不是遗传 我爸爸我妈都没有虎牙 但是我弟弟 我弟弟他有梨窝 就是笑起来嘴角 笑起来有两个窝 有梨窝 然后我说 我说我爸妈都没有梨窝 我弟弟为什么会有梨窝 然后我爸说他年轻的时候有 老了就没有了 我从来没见过我爸有梨窝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 然后我 我姑妈也是有梨窝 我姑妈有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有 然后我弟有 我没有 我没有我没有梨窝 我笑起来 我没有窝 但是我有印第安文 就是这一块笑起来 你们现在可能看不见 这是笑起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个文 猫文 排骨包子 你是不是看到那个运动员 运动员他说他想吃那个排骨包子 我应该看不见 我应该当然会啊 可是我知道钓鱼只法相看问 我为什么要给你问 我会 但是我就不问 我这么聪明怎么可能被骗 不是内草 就是苹果鸡这一块这个地方 我不笑的时候就没有 我笑起来就有 好吧 没有 你们看不见 是真的有 MC上可能会很明显 MC上会很明显 雨之波又是什么 什么 对 我也是 我之前我就截图吗 我说我怎么笑起来有个凹啊 我发群里 然后因为我知道那个叫猫文吗 但是我不懂为什么会有猫文 我就发群里问 我说这个怎么去啊 然后苏然山他就说 他说这个是印第安文 于书欣也有 然后就百度上查 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叫猫文 然后来叫印第安文 但是去查了一下 说是不建议把这个弄掉 就说弄掉之后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表情会变得不生动 不自然什么什么的 然后因为好像就是脸上的某一个机理 然后还是哪一条金 隔断了你的苹果机 然后导致你不笑的时候可能还好 你笑起来就有一个纹路 那个就叫印第安文 你们可以去百度一下 我知道那个整腿了 就是把脚上的一根静脉还是啥的 给挑掉 谢谢七向西降和西向七降 的喜鹊闲之 就把脚上挑精挑了 这样你就可以放松你腿小腿的肌肉 然后很多人去做 然后我不懂啊 这么反人类的手术 为什么会有人去做 就有些人小腿急太大 就把那个神经给破坏掉 阻断 哎 我在直播 你要干嘛 那个团坏掉了这个东西 不是是被你弄坏了 对我就是说我刚刚把它弄坏了 对 我想拿那个上次给你那个发片 哦哦在这 在这在这 我也被吓了一点 我在直播哟 这这这这 还是好好地 谢谢 没事 没事 等会我来弄 是华尔茹 没有 我对 因为我刚刚正在讲 就是那个挑小腿神经的 那个 然后 然后说的说着 然后蹦一声 嘎封碎 然后就崩开了 没有 他来拿我的发片 就他上次借给我 那个紫色的发片 然后顺便在我冰箱里 拿了瓶水 对 上次我也是我在床上躺着 然后我在床上 躺着 然后叉叉来叫我 也是叹一声 就所以我这个哎 我这个门真的是这个锁断了无数次了 每次都这样 我给冰箱上锁干嘛 是他冻我冰箱里的他的水 也是我还比较厉害 我没有忍住了没有喝 对我继续讲 就是那个小腿 小腿上不是有肌肉吗 但是他有块神经就管这个肌肉 他就把那个神经挑掉 就可以放松你的腿部肌肉 这样你小腿肌肉没那么明显 小腿就会细很多 然后就人去做这种手术 我觉得啊 就是蛮那个的蛮无语的 我不懂为什么这种反人类的手术 这么多人去做 对啊 相当于那颗肌肉萎缩了 当然影响影响于能 你你想给你脚上挑根筋 能不影响吗 当然影响的 嗯 反正我觉得就是对就是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是没有很多人做 只是我身 可能你们身边没有人做 但是你去网上查 你去论坛上查 去小红书查 多的是人做 真的多的是人做 你不要觉得是小众手术 真的多的是人做 你们文所谓的蛮正常的 不是广告 这种东西不可能投广告的 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投广告呢 这东西就不合理呀 但是只要有这种 就小红书上这种帖子嘛 然后下边都有评论说 没必要 姐妹没必要去做 没必要 真的 但是你管不住有的人 有的人他就想去做 就很多反人类的手术 很多人就想去做 就像之前那个 说什么精灵耳 这以前不是不喜欢招风耳吗 现在就人就去填充 都要把耳朵填成那种 这种这种形状的 然后我就 我就不懂 我真的蛮不懂的 我不是理科生 我是文科生 坐轮椅 对 你坐一段时间轮椅 或者是你断个腿 你去病床上 你打石膏 你不用断腿 你腿上打个石膏 你躺一个月 自然好了 对 因为他们就说 耳朵大了 就对比起来 你的脸就会显得小 就是说 如果没有耳朵的话 就比如说我把耳朵压回去 就没有耳朵的话 你这样就看着你整个头 就只有你的脸 就是有了对比 就会显小 然后我就不懂 如果你脸真的小 你需要你这个耳朵 去给你弄小吗 你这个真真的只能说 闲的没事做 吃饱了撑的 但是我 我也不能说别人 别人有钱 他有自己的喜好 他去弄 那我管不着 只能说 我觉得这没必要 真没必要 只能说 他喜欢 那就他去吧 毕竟他去做一个耳朵手术 他也不影响我们 也没有影响我们 所以 他喜欢就好 我个人是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的 因为 然后我想到那天 我看了一个直播 郭老师的 郭老师的直播 你们大家 郭老师你们都认识吧 他在那直播 别人就问他 郭子 你怎么没有耳朵呀 然后他愣了 他说 然后看了半天 就他耳朵是这种贴面耳 就贴着你的头的这种 就是压下来这种 然后 他看了半天 他说 没有耳朵 我耳朵呢 真的 在这儿呢 然后 我说 没有耳朵 然后他舌头就浪费 然后 当时给我看 笑了 我真觉得 怎么这么好笑 然后我今天就问嘛 我就问 我就问老刘 我说 我说老刘 你觉得我是贴面耳吗 然后老刘说 你什么贴面耳啊 你这耳朵 比我的 比我的强多了 我都比你贴面 然后 我就跟他们讲了这个事情 然后就去网上查 说天哪 郭老师真的是贴面耳 就是耳朵那次直接破防的吗 是吗 舌头乱 是啊 这是郭老师特色 他就是 他说话的时候 他真管不住他舌头 就一直 就是乱飞的 真的 蛮 蛮 他的特色吧 我就不做评价了 什么 跑不快 啥呀 贴面耳跑不快吗 因为少了点阻力吗 真无语 不是说贴面耳不好看 而是 就是现在的 审美太单一了 就是他们就要求女孩子 你必须得白 幼 瘦 才好看 就你不白 你不幼 你不瘦 你就不好看 必须得双眼皮 你不双 你就不好看 你必须得鼻肌底 不凹陷 你不凹 你就不 你凹了 你就不好看 你必须得卢顶高 你低了 你就不好看 然后你必须得发量浓密 你发量不浓密 你发量少 你就不好看 就审美就太单一了 就现在审美单一 他就会觉得你耳朵 你一定要这样竖起来 就是好看的 就是给你画个标准 我是蛮不懂的 就没有很多种 这世界上没有很多种 不是所有人 就只要在这个标准内 那他就好看 那全全世界那么多人 那不都长一个样子吗 啥啥分不清楚了 对呀 美应该是多样性的 对呀 要照这个标准 还有你必须得直脚尖 你不是直脚尖 你就不好看 那要照这个标准 那怎么办呢 然后很多人还去肩膀上 填波尿酸 哇 我真的觉得没必要吧 当然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我很能理解 我能理解去肩膀上填波尿酸的那些人 或者是干嘛 直发什么的 我能理解 我很能理解 但是我只想说 美不是单一的 没有很多种 你只要自信 你觉得你自己是好的 那你就是好的 总有能欣赏得来你的 总有能欣赏得来你的美的人 限制整形手段多的去了 还有那种人中缩短 就有的人可能人中很长 就在鼻子下面这开一刀 给你往上一提 哎 人中缩短了 然后还有额头缩小 就在你发际线这划一刀 一 然后一提 上面一提 一扯头皮 头皮一扯下来 缝一下 哦 额头小了 太多了 不是人中短就不好干 有的人可能人中过长了 就比如说他长这样 人中过长了 就是他去 做一个人中缩短 这种我也 能理解吧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嘛 只是我觉得这个 我就是觉得 觉得有点点 糟心了 这样的整个项目 当然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就比如说你觉得 这是我的一个心病 我就想去 不然他困扰我好多年 那我觉得 哦 既然是你心病的话 你自己觉得 你想想清楚 那你就去 肖骨很可怕 肖骨是很可怕 肖骨是在你口腔里 开个口子 然后伸个 大伸个刀子进去 我给你一划 然后 颜骨手术就是这个 这块 这块 就是并脚这块 开个刀 然后伸个刀子进去 把你这个骨头 颧骨 打断 对 没错 打断 然后 这还不是这个样子吗 从这儿 把这个地方打断了之后 这样一抬 你颧骨不就低了吗 我懂 因为我经常 我经常刷小红书啊 然后还有 就是 它会有 以前微博上 也会有这种手术的动图 就会有这种动图 就是没 没吃过猪肉 你见过猪跑呀 我还看过拉皮呢 就是那种 嗯 有人上了年纪 他皮肤松弛了 他拉皮 也是就跟额头缩小一样 这儿 开一道口子 把你的脸 就额头缩小是拉后面的头皮 拉皮 就是拉你的脸 这样拉上去 然后你的整个脸就是这样子 上去的 就有的人年年龄大了 他脸是这样的下垂的 给你拉上去 对抽脂手术就是 就你身上开口子 拿个 大概有这么粗的针管吧 就就在你的腿里面 戳戳戳 真的就在你的腿 你想一个管子 在你的腿 大腿 上面戳戳戳戳戳戳 天啊 这真是体力活 感觉 一般人都做不了 感觉女医生都做不了 因为真的体力活 对 就是 怎么讲到这个方面 怎么怎么讲这么多 觉得流行 讲得有道理的 一人来一杯奶茶吧 朋友们 谢谢凯文的奶茶 谢谢露西亚的奶茶 觉得我讲的就是 很真实 很那个 触目惊心的 给我一杯奶茶吧 谢谢克里尔的奶茶 一众直男瑟瑟发抖 其实你们稍微去关注一下 就能看到 网上都有这些 这些视频 这些图片的 谢谢是的没错的奶茶 谢谢勇敢的哈尔茨的奶茶 恐怖 但这是真实的 鬼 鬼是什么不存在的 先不说它存不存在吧 就是 鬼是你可能很少能接触到 或者是接触不到的 但这个真的是你身边的案例 就做手术啊 就跟做个手术一样 那你这样想想 你想想外科手术 就比如说谁出车祸了 断胳膊断腿了 还做手术 那不更吓人吗 对吧 12点4 哦我下播了 多讲啊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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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多讲了 下次再给你们科普这样的知识 好吧 下次给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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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妆睡觉了 拜拜 哦对哦 可以凑不准 哎算了 今天鸡粉太少了 凑不凑准区别不大了 好了好了好了 谢谢各位的头位 睡觉啦 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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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刚来 你刚刚不是送礼物 我讲了 闹了半天 你说你刚来 你在这装 装装新人呢 拜拜 拜拜 走了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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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不就是新人 好了好了好了 人谁是糊涂老板 没人是糊涂老板 没有糊涂老板 这么一说 你看 不周一 周一想清楚了 好了好了好了 走了拜拜 好了 三二一 拜拜 下播了 呵呵